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Biking機車資訊網 我是小三 安全絕對是騎車時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提到騎車安全 我們絕對不能忽略的 當然就是我們的自動系統 如果最近你有在研究新車 你想要買車的時候 那你一定會發現 現在市面上有非常多的車輛 都搭載了ABS或CBS的煞車系統 這兩者他們到底有什麼差別 又各自有什麼特性呢 我發現有很多人其實不太了解 所以會對他們產生疑惑 甚至是造成誤會 就是說我不想要選擇 有這種進階安全輔助配備的車輛 那其實這樣的想法是很可惜的 所以今天呢 我們就要透過一個特別企劃影片 帶大家好好認識一下 什麼是ABS 什麼是CBS 那首先 ABS就是防鎖死煞車系統 它的原理很簡單 就是透過電腦偵測 當它發現 輪胎即將要進行打滑 失控的時候呢 它會介入你的煞車 讓你用更安定更穩定的方式 把車給停下來 那麼CBS呢 我們把它稱作為 安全連動煞車系統 又或者是前後連動煞車系統 它作動的原理 就是當我們今天如果只按後輪煞車的時候 它的機構會輔助前輪煞車一起加入自動 那這樣自動力道 就可以分配在前後輪 而不會只集中在後輪上 避免說因為力道太大 造成了輪胎打滑鎖死的狀況發生 所以它也是一個 輔助我們安全的防護配備 OK 所以不管是CBS還是ABS 其實它們都是可以讓我們騎車 騎得更安全的一個輔助配備 這真的有很多人對於煞車系統不夠了解 所以產生了誤會 產生了質疑 甚至是造成了都市傳說 所以今天呢 我們特別邀請到北中南三所大學的紀元社社長 到現場跟我們一起進行討論 來看看 平常他們在社團內或親友之間 會聽到哪些對於煞車系統所產生的疑惑 或是奇怪的問題 那這些問題的背後真相到底又是什麼呢 好 今天呢 我們請到三位紀元社的社長 因為平常你們自己有騎車 會玩車 但重點是 因為你們身邊很多年輕的同學 可能你們的社員或身邊的朋友 他們可能會對車子有很多的疑問 對你們來講會覺得有點奇怪 會說這個問題不知道怎麼回答 所以今天我們就針對煞車的部分 請你們三位社長來 幫你們平常聽到一些奇怪怪的疑問 或是同學的問題呢 把它提出來 我們一起來做一個同意的解答 OK 那首先 波波 你最常聽到什麼奇怪的問題 或是你自己對於煞車系統 有什麼想法 就CBS跟ABS啊 通常都是原廠車出來會配備的煞車安全系統 對 那我一般你可不可以做加裝 或是自己做改裝 喔 好 這個問題其實最常發生在 它剛出來的時候 很多人因為可能 改款以後有了ABS 他也想要 他就會說可不可以額外加裝 但其實啊 我先說結論好了 你只要有錢 什麼東西都改得上去 你要改成四顆輪子 六顆輪子都沒有關係 但是因為ABS跟CBS喔 這種煞車系統的東西 它在出廠的時候 它不是單純的 把它裝上去就好 它必須做動態的測試 它要讓你在它作動的時候 它是舒服 而且確定是安全的 所以即便你在市面上 買得到相關的套件 我們也不建議 你後續再做加裝 最好就是以原廠出廠那個狀態 是它最可以發揮作用的樣子 好 那我的第二個問題 就是其實我在網路上 開始論壇大家討論啊 一般大眾都會認為說 CBS 是不是就是比較低配版本的ABS 好 這個就有一點迷思了 其實因為如果以作動的原理來講 它們是截然不同的 ABS 它是防鎖時煞車系統 所以它是電腦在偵測 欸 輪胎可能要打滑了 它會介入讓你不要打滑 那CBS 不管我們稱它為前後聯動煞車系統 或是安全的煞車系統 其實呢 它的作動方式是 當我們只用後輪煞車的時候 它會介入 當你到一定力道之後 前輪也會同步的煞車 等於是強迫我們兩隻手同時進行煞車 所以它的原理上是並不一樣的 那當然因為CBS它的成本比較低 所以有些人會問說 欸 ABS的車款比較貴 所以我選低配版的CBS 其實不一樣 它的作動原理是不一樣的 但它們的本質 它們的想法上都一樣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更安全 更安穩的把車可以停下來 好 那我這邊有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那既然小三以前沒有說 CBS它其實是前後聯動煞車的系統的話 那是不是其實我們只要單按一邊煞車就可以了 不要這麼偷啦 它的用意是說 因為我們都知道 如果我們把煞車力道集中在同一個輪子上 不管是前輪或是後輪 它都會比較容易發生打滑 那CBS就是提醒你說 欸 不要這樣子 它可以輔助你煞車 但是如果你想要真正的安全的話 你最好平常就養成雙手同時煞車的習慣 只是說有時候 因為我們騎車我們也知道 有時候你今天騎比較遠 你比較累了 或是說欸 你在看前面路牌 你真的忽略了 不小心了 你就只用後手 只用後面去做煞車的時候 那CBS它可以幫助你 但是理想的情況之下 我們還是靠我們自己 兩手同時煞車 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我之前有騎過CBS的車子 它的拉桿左右兩邊都會打架 是所有配備CBS都會這樣嗎 這個問題其實我以前也非常的討厭 因為我們自己試過的車比較多 那早期我真的很不喜歡CBS的車款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騎車的時候 我想要帶一點後煞 我只要稍微減一點速 甚至我在彎中的時候 想修正一下路線 那這個時候 騎輪它可能就會介入了 那再來 有時候我們用力煞車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前後會打架 那這個問題確實是早期 我不喜歡CBS的主要原因 可是像三養現在它推出的 全新CBS2.0 它就是針對這樣的問題去做改善的 它讓我們在進行煞車的時候 你不會擔心說 我一煞車 然後接下來我手就要很用力 然後再扶住車吧 不用 因為它有針對手感 然後它輸出的整個線線的表現 去做調整 那這也是為什麼 其實你看CBS它的歷史其實蠻久的 但是各車廠 各個部品商他們都希望說 可以透過他們的改良把它變得更好 因為早期真的沒有那麼好用 也造成大家對它很多的誤解 不喜歡 甚至聽到CBS說 我不要我不行 可是現在其實新款的 像全新CBS2.0它的表現就很好了 所以這個問題在新車上 它是可以獲得改善的 那車輛在配備CBS 煞車的時候還是會鎖死 這個問題就回到物理的原則 其實基本上 只要你有輪子 你有作動力 就一定會打滑 一定會鎖死 差別在於我們要怎麼樣去避免它發生 因為我們講到防鎖死 你通常會想到ABS 因為它電腦介入嘛 理論上它就不會鎖死不會打滑了 可是其實還是會 因為我們在路上行駛的時候 道路條件是不一樣的 我今天乾淨空曠 而且是晴朗的路面之下 其實你不太容易發生鎖死大滑 可是像今天如果是下大雨 或是路面的摩擦係數比較低的時候 就有可能會產生 所以當我們今天買到 不管是CBS或是ABS的車款 你要記住 它就是提供你一個更安穩的煞車方式 它可以輔助你避免意外的發生 可是意外還是有可能會發生的 所以最理想的情況就是 就是我們保持正確的煞車觀念 煞車技巧 以及比較好的配備來輔助 那這樣就可以把大部分的問題 給解決掉了 但是還是要小心 意外就是意料之外 還是有可能會發生的 有ABS的車子是為了防止車輪鎖死 那會不會這樣子延長煞車距離 OK 這個問題就比較深奧一點 也是很多人會誤解的地方 因為其實以ABS或是說 車輛所有的安全配備來講 它要提供給我們的 就是穩定 而且安全的把車給停下來 可是如果今天你要去比較 我要在極限的操作之下 把車可以停下來 去看我們Moto GP賽車的時候 你會發現有時候他們可以很快的 把車停下來 但他們其實輪胎是會有點打滑的 甚至有時候後輪會翹起來 但是他們的目的是用高升的技巧 把車給停下來 那是不一樣的 一般我們在路上 你不可能隨時全神灌注 只為了做煞車這個動作 所以在大部分的情況之下 其實ABS 它可以把煞車距離給縮短 但是如果你要拿極限的操作 塞車的操作來比 那可能是沒有ABS的操作比較短 但是我覺得對於大部分來說 大部分的情況之下 ABS它是可以把我們煞車距離 控制得比較短 而且比較穩定的讓車停下來 我這邊有幾個問題想問 我想先問就是 有ABS的車款保養起來會比較難嗎 這個問題呢 就要看對象是誰 如果是對操作的人來講 比如說你到車廠去 祭司他在更換煞車油的時候 他確實會多一些工序 會比較麻煩一點 但是 對我們一般消費者來講 沒有差 因為他其實說多一個工序呢 其實也不會很複雜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大部分 包含我自己其實 一般的代步車 我們就到車廠去做保養 那有專業的技師 他會照我SOP去走 我們就在旁邊等 也不用多等太久 所以在保養維修上不用太過擔心 它跟一般的車輛也是一樣 那有搭載ABS的車子 保養的費用會比較貴嗎 這個倒不會 因為 雖我們剛剛講 他可能會多一些小工序 但是 一般車行他在接受維修保養的時候 他不會因為這樣跟你奪收費用 所以這部分你想省錢 你可以放心 不會多花錢 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 有ABS系統的車子 可以進行煞車部分的產生嗎 這個也是很多 包含我自己 在剛接觸到ABS的車款的時候 最大的疑惑 那因為 不管是ABS或是CBS 他們在出廠的時候 他都把所有的參數都設定好了 他除了希望 你可以很穩定的把車停下來以外 他也要車輛在作動 不管ABS或是CBS在作動的時候 是舒服的 不會讓你覺得很害怕 所以 所有東西都固定的情況之下 就是他最能夠發揮他自動性能的時候 因此我們不會建議說 你買了車以後 再去改他的卡牽 改疊盤 因為 你或許會覺得 他的煞車自動力都變大了 可是因為你影響到他的參數 所以在緊急狀況之下 他可能會帶給你比較 沒有那麼好的一個自動的回饋 所以我會建議 原廠所提供的 因為目前新車很多搭了ABS或是CBS 其實以原廠的自動力道來講 都夠用的 最好是不要針對這些部分的人 去做額外的改裝 會比較好一點 對 OK 好 所以以上就是你們這些 常在身邊的朋友 或者在集結社的時候 聽到的問題 那確實 關於煞車大家真的會有很多人疑惑 甚至剛剛最後我們講到 維修保養費用 很多人在買車的時候 包含可能像我媽媽 他們老一輩 他們就覺得說 我不用CBS不用ABS 只要車價便宜就好了 但其實現在像 現在還有推出全新CBS2.0 政府現在有針對CBS 還有ABS的車款 去做購車的補助 所以 當我今天買車的時候 你不用想說 買貴的車 好一點的配備 好像會多花很多錢 其實不會 因為現在價錢 並沒有大家想像那麼高 而且又有補助方案 所以買車的時候 包含你們自己 包含身邊的同學 如果有問到 我要不要買好一點 安全配備的時候 其實可以放心 就直接買看 你喜歡ABS 或是CBS的車款 OK 好 接下來如果未來 你們再有聽到 身邊的同學有相關的疑問 或者是 可能車輛操作上 或是機械上的問題 其實都可以提出來討論 甚至觀眾朋友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我們會持續的 像這次 針對CBS 還有ABS一樣 我們針對機車的一些 疑惑 都市傳說 就去解答 好啦 就對車輛 可以越來越熟悉 不管是要買車或騎車都好 都可以有一個更好的選擇 OK 以上呢 就是我們這次所帶來的 留言終結者單元 我是小三 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掰掰